巷弄里出现一名穿着外套的男子直接朝民宅走去 原本以为他是住户 结果诡异的是他在门口停留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进到屋内 没多久后就看到他匆匆忙忙逃离 而他其实是名小偷企图闯空门被察觉 屋主被窍门声吓到才知道遭小偷 事后在外监视器发现这名嫌犯早就在现场徘徊 甚至坐在路边的机车观察屋内动静 4号晚上10点半左右 新北市三重永福街上 这边附近一带都是住宅区半夜人车少 案发当时正排一楼只剩下被害人这户没有拉下铁门 因此也成为嫌犯锁定的目标 现场徘徊至少半小时以为屋主已经熟税 却还是被试破 那这些工具哪里来 他应该就是故意就带来的 一谋犯案 其实他是要怎样是要 我董事长那块金牌 怀世神明桌上的金牌被发现 嫌犯才想要闯屋犯案 只是他随身携带工具 加上都是沿路徒步 警方不排除是走到哪偷到哪将会持续追查 屋主虽然没有遗失任何东西 但还是到派出所报警提告 毕竟住了这么久的屋子 第一次遇上小偷想闯进来 还是让屋主有点担心 TV新闻成人物新宴 新闻市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